再来是近似3 近似3的话是针对温度来做近似 那原本的温度会有四个维度 就是你在空间上面还有时间上面都会有变化 那因为我们大气的垂直方向上的温度变化可以很大 但是水平方向上尤其你在中维度中弯尺度上的时候 相对于垂直方向上的变化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温度基本上T0先找出来 那它会随着高度有不同的T0 真实的温度减掉这基本上剩下的这个T0就是小咬洞 那这个温度咬洞就一样也是四个维度的 然后我们要做的近似就是原本我们在计算大气稳定度的时候 用的温度我们把它改成用T0来表示 就是这个SP的这一项 那我们SP里面的温度所有跟温度有关的部分 就是T和θ这边我们都用基本场来表示 所以就是T0还有θ0 那SP我们习惯上做近似之后呢 我们习惯上会把它用这个sigma来表示 而且会多加一些变形 所以现在这个T 原本的T变成T0 然后原本的θ你看前面偏微分外面的分母还有个θ 所以其实这里natural logθ0 其实是把外面分母的这个θ把它放到微分符号里面 所以这边是natural logθ 那因为用了温度基本场来表示大气稳定度 所以这边我们发现θ0 那所以就是多的这个R跟P这两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θ跟SP的关系可以多这两个 它的物理意义呢 这个新定义的大气稳定度参数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它其实就变成常数了 它只跟T0有关 那T0只会随着高度改变 所以你只要在固定的气压层里面 大气稳定度参数就是一个常数 那再来我们来看热力方程 热力方程的前面这里 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这一项 里面的平流向 这里平流向一样是利用近似1 所以把风场用地转风来近似 那后面的稳定度向就用这个sigma来表示 所以你看你把这个sigma等号 右边这个P乘到等号的左边 就是P乘以Sigma 然后除以R就是SP 所以这其实是一样的 Omega跟等号右边就是都一样不变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热力方程 两边乘以R然后除以P 这样同学可能比较看得懂一点 那你可以这个你就自己去导 你就把上面这个公式 所有的项全部都乘以R 然后所有的项全部都除以P 这样子整理一下 你可以 你就会发现说 你会得到温度 那你这边注意一下 原本在括号里面的这个大T 通通都先拿外面来 所以温度然后乘以R除以P 这个会跟前面的经历平衡方程 就是刚好是配起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用 重力位随P这个方向改变 的这个T度来取代它 所以这个括号里面 其实原本是RT除以P 垂直向这边 就是剩下Sigma乘以Omega 然后等号右边的飞绝的项 J是飞绝的项 除以P乘以R 那R除以CP就是Kappa 所以这个方程式 就是已经应用了 近视1在这边 然后还有应用了这个近视3 以后导出来的热力方程 那这推倒的过程 你不要只用眼睛看 你要纸笔拿出来 好好的倒一遍 才确保你真的会倒 这种东西就跟骑脚踏车是一样的 一定要亲自去骑一遍 才算是真正学会了 那最后我们 把这三个近视 用在控制方程以后得到的 这一组方程式 我们就叫它准地转方程 Coside Geostrophic Equation 准的意思就是它很接近 地转平衡 但是它又不完全 这个Coside 带有很接近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地转近视 地转峰跟重力位 踢度有很好的关系 再来是运动方程 经过近视1和近视2 改写之后的样子 然后连续方程 刚刚有讲过 我们的垂直运动 只跟偏地转峰的 符合扶散有关 那最后就是刚刚讲的 热力方程 所以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非绝热加热的值 这个J的值的话 热力方程等号 右边 这里就是已经知道的 那通常在 中纬度地方的话 你可以假设 非绝热像是0 因为那边的 非绝热加热相对于 比如说热带地方的值 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把它假设成0的话 其实它的误差不会太大 那如果J已知 或是你把它 假设成0的时候 你这组方程式里面 需要求解的 独立变数 就只剩下四个 就是重力位 然后地转峰 垂直速度 还有偏地转峰 这四个 然后你有四个方程式 所以理论上 你有四个变数 四个方程式 就可以求解了 我们6点2点1 准地转方程 就讲到这边 作业2 要请同学复习 解释何谓准地转系统 在推导准地转系统 在这边做的那些假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说明其精髓所在